大家好,我是伊麗莎白醫院器官捐贈聯絡主任龐姑娘 平時都很喜歡煮食 都會和同事和病人分享煮食的心得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就是一個健康簡易的糯米飯和紅酒無花果鹹餅 首先我們預備餅皮 我們將一些室溫裏面解凍的牛油 放進碗子裡 然後加入糖 用打蛋器 當它打到淡黃色和滑的時候 即是可以滑 把它打均勻 我們就加少許鹽 讓它的餅皮帶少許鹹味 風味會好些 它發得夠勻 每一粒糖都有些牛油 待會做出來的餅皮就會很脆 現在的奶油我們已經打到淡黃色 即是我們已經打好了 接下來我們加入蛋黃 我們再加入 我們分三次加入我們的麵粉 用膠袋盛著它 我們將餅皮鋪好去 我們將它壓平 這樣我們就拿去冰箱那裡 一個平均的餅皮就完成了 毛花果乾切粒之後 放進鍋裡 再加入紅酒 就中火煮十分鐘 好了 水份差不多 收乾之後 我們加入肉桂粉和蜜糖 好了 我們收乾水之後 關火 紅酒毛花果餡 煮好之後 我們攤凍 就鋪在我們 先做好的餅皮上面 之後烤焗就可以完成了 我們攤凍就可以上碟了 接下來就和大家煮一個健康簡易糯米飯 浸好的糯米就倒進電飯煲裡面 另外將尖米洗好 混入尖米之後就沒有那麼膩 我們放進電飯煲裡 輕拌勻 糯米和尖米拌勻之後 我們就倒一杯清雞湯 放進去 鋪平 蓋上電飯煲 開始煮飯了 煮飯的時候 我們開始炒臘味了 就不用加油 因為臘味已經有它的油份 炒熱了臘味 我們就加蝦米 炒香的蝦米 我們加冬菇粒 拌勻之後 可以加少許玫瑰露酒 而蝦米因為有少許海鮮 我們加少許胡椒粉 可以加少許糖 炒一炒味 炒勻之後 我們就蓋上煮一會兒 飯煮熟了 我們打開它 然後將炒好的臘味 倒進去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拌勻的動作 我們就加一些煲仔飯豉油 很脆 吃的時候不出來 就加一些花生 和芫荽蔥 非常滴味 希望大家喜歡這兩道菜式 我在這裏和大家擺一個早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生意淡薄 工作愉快